他将安全教育搬出课堂 他帮助困难司机就业转岗 他创新五个一工作法 是要解决交通乱象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赵猛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石穹林 据统计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青少年 多达万人 交通事故已经成为青少年发生意外事故的首要原因 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让青少年学会遵守交通法规 保护自身安全变得刻不容缓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赵猛 正是一位奋战在道路一线 坚持不懈向青少年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的人民警察 他先后被评为安徽省公安系统十大爱民模范 全国交警系统执法标兵 2018年他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那么在交警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赵猛都做出了哪些不平凡的成绩 让他成为了同事和群众口中的小能人呢 赵猛是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的一名交通警察 十余年来 他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用热情和责任 践行着人民警察的光荣使命 赵猛所在的支队负责着近7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交通管理任务 辖区内常住人口超过五万 登记车辆超过一万辆 十多所学校更是分散在辖区里的各处 车多人多增加了校园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如何保障青少年的交通安全 成了安全卫视赵猛的一块心病 交通安全从娃娃爪起 我们捅娃娃的小手带着我们讲的大手 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共同塑溺 一样的交通意思 这里是宿州市第一小学 为了防患于未然 赵猛正在为今天的安全教育活动做准备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到辖区周边的学校开展这样的活动 对在校师生普及交通安全 由于下群内扯索人口 尤其是放开的时候 经常有学生乱传马路 明明可以避免了隐患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发生 让人提醒调整的画面 所以长期在下群内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实际上最挤出的工作 我们具体有关的主持 在老师的代理屋上 看能了解重点 在人生路道的听众 不要在对务里 息息谈谈 赵猛通过耐心的讲解 让同学们更好 更快地掌握理解交通法规 然而2018年的一则新闻报道 让勤于思考的赵猛开始反思 传统课堂式安全教育 是否充分有效 2018年 重庆市江北区某学生 和爷爷回家途中 偶遇母亲在马路对面召唤 于是挣脱了爷爷牵着的手 向马路对面飞奔而去 突然一辆飞驰的汽车 将小孩撞倒 并从他幼小的身体上 碾压了过去 导致该学生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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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看到这条小鱼丝 心里是酸酸的 我们都有孩子 孩子的去世 对任何一个假厅 都是致命的打击 但是我作为一名交通警察 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多次的交通安全讲座 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呢 所以交通安全教育 一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需要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式方法 为了让安全教育 不再是纸上谈兵 认真负责的赵蒙 组织联系政府相关部门 在西二互乡沈家村 建立了交通安全村 黑洞案例都指涉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 许多孩子没有心通交通安全意识 所以除了向他们普及 交通安全指示以外 让他们学会 最如交通法律法轨 也可外的重要 安全村的建立 让赵蒙将现实版的道路路况 搬到了安全村课堂 进行实践教学 有效弥补了传统课堂 实践性不足的问题 小学生在这个年轻人阶段 是最活泼好动的 他们在马路上 警察你嘴锅干 更重要的是 许多小学生对交通表示 完全不认识 所以单纯的讲解 安全指示并不够 要让他们认识交通表示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的移动红绿灯 到停电的时候 我们红绿灯停电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对吧 除了定期开展交通安全课堂 执着的赵蒙还依赖交通安全村 邀请各位村委会代表 前来学习电动车安全驾驶 让大家认识到 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 同时也一定要在生活中 保持交通安全意识 在赵蒙一次次深入浅出的讲解下 大家深刻地认识到 交通事故猛于虎 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文明出行 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警赵蒙 负责的港点是宿州火车站 宿州火车站位于城区核心位置 人流车流汇聚 在这个区域非法营运的三轮车 曾经泛滥成灾 他们不听从交警的指挥管控 随意停车 随意揽客 随意超载 随意更换客运线路 在马路上上演了一幕幕 令人提心吊胆的闹剧 那么面对当时的乱象 赵蒙是如何应对的呢 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警赵蒙的心头 一直压着一块石头 那就是自己管辖区域内的 非法载客三轮车 为了治理三轮车 非法载客的交通乱象 赵蒙和同事们在工作中不断摸索 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 像这样的场景 赵蒙几乎每天都要面对 交警日常工作中最受人关注的一项 就是依法查处非法载客三轮车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开罚单 在宿州火车站附近的非法营运三轮车 常常肆意妄为 查处起来十分棘手 我总感觉到我港茶湾 迁着港州 他没有回来了 我一回来 他没有跑了 交警只能罚莫非法营运三轮车 这种状况下 三轮车车主只求当场脱身 下一次还会依然如故 可面对执法和生计 这两种看似天然的对峙 一旦处理不好 就会酝酿出可能会升级的冲突 有一次 赵猛查处三轮车的时候 险些被砍伤 在查处散车过程中 确实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情况 我们遇到过 又拿到出来壁画 经过这次事件 赵猛意识到 现实情况可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很多三轮车车主 实际上都是迫于生计 才私自载客 去年五月我们查出一辆非法运营营车 万万没想到 正在我们兵工执法的时候 却断了他们一家的生活来源 吴振宏的家 在宿州火车站附近 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子里 满当当挤着三口人 身患残疾的老吴 和七十多岁的老伴 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孙子 吴振宏今年已经五十多岁 左腿还有些残疾 无法正常行走 由于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 没有及时医治 导致长短腿 家庭情况十分困难 如果没有了跑三轮的收入 这个家也就会因此失去了经济来源 甚至连基本的医药费都支付不起 更不要说还要照顾老伴和孙子 当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 心里是酸乱 面对这样的情况 感同身受的赵猛经过深思熟虑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们在插出三轮的过程中 我想我们作为执法者 不能意味着只去读 而更重要的是去数导 给他找到一个旧眼眉路 这才是最给我的 为了帮助吴振宏家庭脱离困境 赵猛下班后顾不上休息 他上网查阅招聘广告 还走访了当地的社区服务站 以及一些企业 虽然吃了好几次闭门羹 但他并不灰心 终于帮助吴振宏的老伴 在一家汽车4S店 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不仅如此 他还成功帮助多名家庭困难车主 就业转岗 面对来之不易的工作 多名车主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正是凭借着这份坚韧和执着 赵猛率领同事们 圆满完成了非法营运三轮车 治理工作 他们负责的火车站港点 更是成为了宿州城的一张 亮丽名片 十几年来 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警赵猛 时刻坚守一名 人民交警的责任使命 每年赵猛解决处理的 交通事故纠纷都有上百件 他和队友辛勤工作 换来的是宿州城安全通达的交通秩序 赵猛所在的火车站辖区 是宿州市每天车流量大的街区之一 尽管工作繁忙 中队的人手不够 但是火车站辖区街道上 依然是秩序井然 那么赵猛究竟用了哪些好方法 保证了辖区交通的畅行无阻呢 2013年 赵猛被调往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一大队三中队 坚守站岗一分钟 奉献60秒的信念 他勤学 多思 苦练 很快熟练掌握了业务知识 成为中队乃至大队的业务骨干 由于突发情况 这条主干道路口的红绿灯发生了故障 总是奔波在一线的赵猛最先赶到了现场 其实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但赵猛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疏导交通 而每次他的出现都保障了道路的畅通无阻 我们主要负责活着在区域 这里每天都要警力 好几个扯流搞风 如果鼠刀只会不到位 请着独扯 重着发生交通事故 面对这样的交通乱象 赵猛又是怎样工作的呢 尽管赵猛每天很辛苦的工作 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闯了个红灯交警却不依不饶 为什么路边停了一下车 就有交警骑着摩托车过来拍照 为什么他们无处不在 面对这样的情况 勤学善思的赵猛带头面对问题 在深思熟虑后 他拿出了自己的办法 下班之后赵猛并没有回家 提着公文包 赵猛来到了辖区的一些大车司机家里 由于大型卡车对于交通安全的特殊性 赵猛经常会来到辖区里的司机家 对司机耐心地讲解安全法规 提醒司机们遵守交通法规 就这样赵猛用行动开始温暖他人 他用自己的方法慢慢改变人们对交警的态度 赵猛是一个做事有心的人 尤其在工作当中 日复一日的工作没有让赵猛感到厌倦 反而让他针对辖区的交通情况 总结出了对应的工作方法 勤巡逻早发现 在事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排除隐患 群众对他们工作不满意 他就走到群众家里去 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群众 而他自己也坚守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精一行 做工作中的有心人 他潜心自学 刻苦钻研 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 总结成了一套工作方法 五个一工作法 简单地说 五个一工作法就是 以着 着发现 以弯 弯下板 以轻 轻心弱 以防 坐甲防 以重连 把学校 客运企业 基于有成单位 作为我们的管理重点 慢慢地 在赵猛的影响下 五个一工作法 在中队开始显现效果 并且成为了 整个中队的工作准则 五个一工作法 对我影响确实很大 他的工作经验 比我们都丰富 而且隐身作则 所以前面话 从他身上受到影响 赵猛每天和同事工作 超过十小时 很大一部分时间 花费在预防事故发生上 但是忙碌的工作 却让赵猛疏忽了 对家庭的照顾 十几年来 赵猛甚至没有陪儿子 度过一个生日 因为赵猛孩子的生日 正好是国庆节 而这一天 也是赵猛工作 最忙碌的时候 来年 爸爸一定陪你过生日 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赵猛像是用尽了 全部的力气 十余年来 赵猛因为工作 而没有时间陪儿子 过一次生日 不知道这个来年 还需要等多久 从仅十余年来 赵猛始终立足本职 痴心不改 坚守在公安交通管理第一线 当家庭和工作冲突 他依然选择用铁尖和柔情 在平凡的岗位上 请起道路的平安与畅通 赵猛坚持不懈地走访 巡逻 哪怕是外来陌生游客 过来问路 赵猛都耐心回答 渐渐地 辖区里的人民群众 对待他们的态度 开始发生转变 我觉得我们苏州的交警 特别辛苦 在每一条大街小巷 大街道上 都能看到他们 在辛苦地执行 不管是刮风下雨 他们一直都在 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我觉得有了交警 我们才更安全了 我们的交通秩序 才更好 在五个一工作法 实施的半年后 不但赵猛执勤的 苏州火车站区域 交通事故率明显下降 而且骗区的人民群众 更愿意遵守交通法规了 也更愿意给赵猛和同事们 一个微笑 一句问候 赵猛在工作中 总是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 他热情帮助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并满怀激情和创造性的 开展工作 十几年来 赵猛一直践行着 人民警察来自人民 心系人民 直跟人民 服务人民的 公安机关优良传统 但是荣誉属于过去 未来任重道远 赵猛一直把工作作为事业 把事业作为追求 把追求付诸行动 无愧于头上的警徽 身上的警服 在赵猛的身后 还有和他一样的 千千万万公安民警 为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 人民幸福 保驾护航 他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敬佩和尊重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